69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因教唆伪造有加证券罪,遭法院判刑三年二月定验,台北地检署日前发出传票需在8月23日盗案入监服刑,前经纪公司协助回应。 由于陈英杰健康状况欠佳,律师先前有帮他申请暂缓执行,但尚未获得同意。 因此,23日上午9点就必须报到服刑,也因身体因素,传陈英杰降座轮椅献身,也会有人陪同。 陈英杰12年前,2011年,找了包子陈乃佳一同到秋幸有人住处借钱,原本他以个人名义签下一张面额280万元的本票,作为借款担保,有人为确保还款。 陈英杰包子被迫以妹妹的名字签下本票,充当共同发票人,后因陈英杰未能还清余款,秋南另向台北地检署告发他涉案,北检依伪造有价证券罪起诉,一审判他三年2月,二审一度翻盘无罪,最高法院先后发回更审,最后判三年2月刑期,全案定验。 这起官司缠送多年,陈英杰饱受折磨,原本还有八点档与综艺节目通告演出,可惜突发中风。 2019年,还抱病接下丽星邮轮演出,在坚持完成表演后,一直在治疗复健当中,过着身居检出的生活,如今确定入狱服刑,前经纪公司也感叹。 这几年,陈英杰的健康状况欠佳,对于确定入肩,先前律师也具状申请暂缓执行,但检察官在综合考量后不同意,因此陈英杰也必须在23日上午9点报道服刑。 音乐人许常德过去曾与陈英杰合作过多次,他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前几天才与对方见面,也曝光口中陈姐的近况。 他表示,其实与陈英杰已断联好几年,直到三个月前才联系上。 陈大子透露,他已半年末出门,末说话,两人见面时,陈英杰始终睁着笑眼看着他,偶尔说话也只说同一句,交给阿德不用担心了,境况令人相当不舍。 陈英杰在这时,他在这时遇到了生命的第一个贵人黄俊雄,没多久黄俊雄出自为陈英杰录制了第一首国语歌曲《春风》,也是黄俊雄布袋戏中吴明基的出场主题曲,当时他才23岁。 2003年11月,陈英杰的父亲过世,臣妇因食道癌,恶化昏迷两个多月。 陈英杰14岁时,父母离异,一家人全靠陈英杰演唱收入过活,爸爸很疼他。 多年来,陈妈早已原谅陈爸,虽然双亲不再说话,但陈妈看高龄八时的陈爸独居于心不忍,仍不时叫陈英杰去看看爸爸,陈英杰最后还把爸爸接来同住。 由于父亲年事已高,不能手术,陈英杰用尽天方减轻爸爸的病痛。 虽然演唱会爸爸缺席,但冥冥中爸爸似乎不希望打扰女儿,一直到演唱会落幕才安心离去。 提到台语歌坛《大姐大陈英杰》,很多人会自然联想与他有13年感情债的前男友攀剑。 在2003年,陈英杰决定将这段情债与前债彻底了结,也感谢老公李春贺15年来的一路相伴与无悔的支持。 陈英杰23岁那年结识了同为歌手的潘健,两人随之陷入了热恋。 但陈英杰不知对方已有一位未婚妻,陈英杰的母亲并不赞成这段恋情。 陈英杰不顾家人的反对,坚持自己的爱情。 1984年,潘健当时是中式签约歌星,而陈英杰则为华氏签约歌星。 潘健却跑到华氏为陈英杰站台演唱,后来遭到中式警告。 在陈英杰人生最低潮时,老公李春贺适时出现,在15年里一直陪在身旁,从没离开过。 陈英杰说老公是一个朴实,脚踏实地,又爱家的男人。 李春贺则说,陈英杰虽然不会做菜,但很尽心做家事,还会帮婆婆洗澡、梳头,更为她戒掉十多年的排饮。 虽然这段婚姻当初不被大家看好,但陈英杰,李春贺夫妻两人感情依旧很好。 唯一的遗憾是,陈英杰没能替她生个孩子,不过李春贺深情地说,我宁可不要小孩,只要她健康,一切随缘就好。 演出结束后,陈英杰的老公李春贺立刻陪她到台中医院检查,确诊是脖子后方的血管堵塞导致小中风。 她急着询问医生,会不会影响唱歌。 幸好及早发现,医生简单治疗后,叮咛她只要好好保养复健,几个月就会康复了。 复健期间,陈英杰一改常年熬夜的习惯,十点就睡觉,还另外补充保健食品,帮助血液流通。 陈英杰高兴地说,我很爱吃肉,但是听老公的话,现在吃得很清淡。 谈起老公陈英杰,藏不住笑意,她吃素三十年,身体好得不得了。 休养期间,老公规定她不可以吃炸物和加工食品等,还替她张罗三餐,更天天开车接送。 现在都是她在服侍我。 此外,夫妻俩还会到庙宇白白,顺便走一走当做运动。 陈英杰表示,她的主治医生和朋友都说她很幸运,中风的状况还算轻微。 已经两年没有做健康检查的她,发病后总算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状况。 除了检查脑部,也看了肾脏、心脏等,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,赶紧服药控制,也还好一切都发现得及时。 休养生息了半年后,陈英杰总算能开始接通告。 她笑说,跑活动唱歌,聊天,也算是一种附件,每次开唱前,我都会先和大家说抱歉,因为可能唱得不那么好。 可是我会用一些技巧,修饰不足的地方,展现了歌坛大姐大炉火纯青的功力。 好不容易养好身体的陈英杰,2022年又陷入牢狱之灾。 原来是陈英杰已在厦门从事演艺事业为由,向秋幸友人借200万元,后来追加到280万元。 对方认为金额不低,希望能有人做宝。 陈英杰与姐姐陈乃佳考虑后,以妹妹陈玉兴名义,在本票上签字。 事后被邱幸友人控,伪造有价证券。 陈乃佳依审时作证,称以前经常到邱家泡茶,当时是邱幸友人,希望陈英杰在本票上面,签上陈玉兴的,他为此还跟陈英杰吵了一架。 之后决定自己签上小妹陈玉兴的名字,将法律责任揽下。 依审认定陈英杰教唆远无伪造本票犯议的陈乃佳,陈乃佳因伪造有价证券,被判刑一年7月,缓刑三年,陈英杰教唆伪造本票,判三年2月刑。 案件上诉后,高院认为依陈乃佳的证词,他会在本票上伪签小妹的姓名、身份证字号,适应秋幸友人的要求。 难以认定是陈英杰因为言语刺激才伪造有价证券,改判无罪。 跟高法院一审开庭时,陈英杰解释本票虽是280万元,但实际上只拿到30余万,其余的金额都是过往的借款。 秋幸友人称,80万是陈玉兴要的,若真如此,根本不够。 陈英杰对于实际借了多少钱交代不清,审判长质疑,怎么会不记得? 你的目的是借钱啊。 他答,我觉得我没有犯罪。 检察官表示要借钱的,是陈英杰不是陈乃佳。 秋幸友人一认为多一个人签本票,可多一份保障,所以希望要有共同发票人。 最高法院认为,原判决仅凭陈英杰的姐姐陈乃佳前后相议证词中的部分内容, 就认为陈乃佳是自己听从秋幸友人的指示而伪造本票做担保, 有理由、欠辈与前后理由矛盾的缺失。 法院指出,无罪判决并为斟酌陈英杰不否认在陈乃佳一开始拒绝伪造本票时, 有对姐姐施加心理压力、动之以情的说辞,也为就相关事证作合理的比较, 极为有利陈英杰的认定,也有理由不备的违误, 因此撤销发回高院更审。 陈英杰曾抱怨,姐姐也帮不了忙,弟弟也帮不了忙,家是我养的。 检方认为,她诉苦对象是大姐,当然是希望陈乃佳帮忙,陈乃佳才改变拒签立场。 最后结果是,改判为一年八月徒刑,缓刑四年,不过她半年内虚还秋幸有人三十万元。 2017年八月现身录影时,陈英杰声音听起来些微沙哑, 曾经因为喉咙掌吸肉中断歌唱生涯,但唱起歌情感依旧思思入扣。 最让陈英杰伤神的恐怕就是歌手攀健,当年为了男友投资失利,陈英杰一口气悲债千万。 艺人向娃说,攀健积极想做生意,有做一个好像是灭火器的生意。 当然,艺人要转型不是那么容易,后来经济调度有出了一点状况, 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就是开票的状况。 还好后来陈英杰唱到了这首红遍大街小巷的《风飞沙》, 外破百万张让她终于把债还清,但这前前后后也还了七年之久。 因为跟向娃之间也一度有金钱纠纷, 陈英杰还曾为了朋友又背千万债务,贵为歌坛大姐大, 却几度为钱陷入困境。 陈英杰如今除了接戏,活动已经比较少出现在荧幕前, 在战板面又是传出欠债伟签本票, 演艺人生可谓大起大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